對 檢哥 檢哥還有豹哥 他們這一組跟他們完全不一樣 他們騎重機也好 或者出外運動也好 去山林裡面 走走散心也好 其實都滿好 但是我想知道 其實那些大部分都屬於玩樂 那有沒有做出一些 真正讓對方覺得 往心裡面去 很感動的事情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大男人 都成熟的人了 所以等一下他就走了朋友吧 就只是記得一些玩樂的事 之前聽檢哥聊過你知道嗎 所以以前有時候 可能會比較忙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請別人 去幫忙代班 但是不一定是每次都有空 有人去幫你代班 有 有了 上次有一個高復球的那個活動 我都已經答應人家了 讓人家興高采烈的對不對 張登傑采的歡迎我去啊 對不對 他很開心 然後到那天之前的 但我還好我有約他一起去 我說我們去打球嘛 對不對 打完球呢我就幫人家主持 這個後面的頒獎 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去打 就到前一天 我通告來了 推都推不掉 然後我就想 那我沒辦法 還好我有一個 背 背胎 背胎 等於他講 我說 明天早上我要錄影 我沒辦法去了 你去 那你就幫他主持 但是沒有錢啊 沒有錢 沒有錢啊 那真的是好朋友耶 抱歉 明天我沒有辦法去了 但是阿炮會去 所以交給他 沒問題了 炮哥一肩就扛下來 那炮哥還滿感人的 而且接下來 每年的高爾夫球 就是由炮哥主持 剪哥就算也沒有主持過 剪哥就被幹掉了嗎 沒有啦 這不簡單啊 第二年就是換他啦 他那天 他還是找我 對 所以他們是互相cover嘛 對 那就是炮哥做了一年白宮就對了 所以沒辦法 誰叫他跟剪哥是好朋友 對 對不對 不過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搭了一些 那是不一樣 不一樣有閨蜜的 可是這一組是男生跟女生 大家都會說 什麼男女不可能會有純友誼 所以Ease你有曾經 喜歡過謝忻嗎 應該不是說 我應該說觀察過謝忻 因為謝忻 外表雖然看起來好像大辣辣的 這樣子 很像男孩子這樣 可是他其實內心是很細膩的 他常常會因為天氣 或是一點點小小的狀況 然後內心起伏就很大 聽說他有為你哭過 他有為我哭過 那件事情我嚇到 怎麼可能 因為那一次 他不是只為了王上偉哭嗎 沒有 他是為了王上偉笑 為了Eason哭嗎 我是為了他笑的 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那一天就是 因為Eason剛好從美國回來 然後他隔壁有一個外景 結果我那一天 我記得我在101附近 我剛好要去約會 然後我就大概6點多的時候 我就叫電話 無尊打給我 他就說謝忻 你現在可不可以趕快過來 我在你家附近 那天發生什麼事 就是怕草 牙齦出事的那個無尊 對 真真真真 怕草的那一刻 對 然後他就說 你趕快過來 我現在在欺賭 然後你可以過來代班嗎 我打Eason的電話 他都沒有接 他不知道怎麼了 你們現在趕快過來 不然節目會開天窗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我就開始傳訊息給他 一直傳 在一分鐘之內 大概連傳了就80幾頭 而且那個訊息都是 全部都是髒話 就是你在哪裡 趕快起床 人呢 Where 那種 因為我在我的腦海裡 就是我有一個想像的一個 小宇宙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住 那他家就是鋪那種 清水魔的地板 所以在我的腦海裡 我的想像是 他家一進去 左邊有一個壩檯 對 真的 不要說錯背好不好 右邊是床部 左邊一個壩檯 然後我的內心的劇本是 他一回家 因為他可能有時差的關係 然後不小心 提心理的時候拐到 頭撞到旁邊的壩檯 這都是妳的小劇場嗎 對 然後滑腦 後腦勺 左地 然後又被那個繩子 那個繩子扶到脖子 對 然後 這個還是寫 決定終於站 後腦勺 然後頭蓋骨破裂 血流滿地 然後一個人躺在地上 然後求助無門 然後就是 誰來救我 然後就斷氣 或者是他手錶 掉到那個洗手溝裡面 他去生的時候 不小心弄到那個 腳那個碎屋 那個小時候這樣進去 你知道我那時候 心裡真的很擔心 很多的劇場 然後我又一直打給他 他又沒接 他那天電話 至少未接我的來電 大概三 四十通 然後訊息有七 八十通 然後我就一直很生氣 一直叫髒話 就說 妳到底什麼時候說 就一直髒話 就再來再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取消我的約 我就說 我今天真的沒辦法 我現在有點急事 我要殺去他家 然後我就開車到他家的途中 從101那時候很塞 那天禮拜晚上 他們都是禮拜晚上 那天很塞很塞很塞 開到快要到內湖的那個中間 他們打電話來說 Eason現在已經在來的路上囉 然後整個人就說 就這樣 我邊哭邊開車 然後Eason到底怎麼會是 對 你幹嘛啊 不是 因為我那一天 我在飛機上面十幾個小時 我完全沒睡 一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中間 我中間只剩三個小時 我就要去露營了 然後我想說 我瞇一下就好 結果那三個小時 我就整個熟睡這樣子 然後我一醒來以後 接到這個謝忻的未接來電 然後我就有點心虛 我就打電話給他 一打電話給他以後 他直接三字經 五字經直接飆出了那一種 就是直接用騷了這樣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雖然被他騷 可是我就覺得很爽 因為我中 我真的有體會到說 就是你自己住 有人在關心我 對 有人在關心我那個感覺 這樣子 對啊 然後 從此再也不是 孤單單的一個人在世界上 對 然後就 而且只有他能夠了解我 就是那個 我的生活作息 然後我的狀況 因為他平常不會遲到 他不會 對 然後我當時就覺得說 真的很感動 所以我就開始漸漸的 愛上他 不是 也想要為他付出一點 然後那一陣子就剛好是 就是台灣連續下了 好像十七天的雨這樣子 然後 下到好像第八 第九天的時候 謝忻就在FB上面PO了一則說 今天要下雨 要出外景 真的好煩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知道說 他的那個內心 又被這個外界所影響了 所以我就開始 每一天到晚上兩點鐘的時候 我就會為他寫一首詩 是認真的詩 每一天到晚上兩點鐘 好煩喔 我已經睡著了 怎麼詩 我想要知道 譬如說我都會說 好詩 我都會這樣 類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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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嗎 每天半夜 我好詩 你呢 林仙 你是否好詩 我呢 沒有那麼直接 我都會包裝一下 這樣 我要聽 我都會說 今天的空氣有點潮濕 我知道你今天在外景 辛苦了一整天 我的眼眶也為你耳濕 什麼破詩 依神這個寫詩給謝忻這個 怎麼樣 是滿噁心的 我覺得很不對勁耶 而且凌晨兩點耶 而且 他後來進步到就是 無時無刻想到有詩就寫 然後他只要寫詩給我 我都回他很詩情畫意 我都回他說 他會說 他會把屋鼠來保 他會說 Eason Eason今天你看起來特別的可愛 你是不是去動了什麼手腳 什麼什麼之類的這樣 這是我們兩個溝通方式 我滿不靈情他的寫詩 我也像這樣講這種話 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而且真正的好朋友 都滿會吵吵鬧鬧的 而且互相吐吵 會罵得非常非常的凶 而且越吵才會越了解彼此 對 非常非常的凶 所以說彼此看不慣 那才是真心的好朋友 你知道嗎 Eason你最看不慣一些心哪一點 除了外型以外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因為他就是 他時常外景 然後很累 然後回去的時候 幾乎也沒時間睡覺 然後早上六 他就是老人時鐘 你知道嗎 早上六點 他就會醒來 然後我就說 那你都沒有時間洗澡嗎 他說 什麼洗澡 我連卸妝都沒卸的這樣子 他就可以不卸妝 就去睡覺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不是 我跟妳講 那是因為 我有時候回到家 已經可能一點了 可是我隔天我又外景 那我又六點要出門 請問我卸妝要幹嘛 那我又有睫毛 我就隨便弄一下 我頭髮也不用洗 就是沒時間了 好髒喔 那是一個 對 我就問他說 妳這樣不是很容易長痘痘 還是什麼的嗎 妳看我有長嗎 可是看他皮膚又很好 就覺得很奇怪 沒有 我不是長的 謝忻 我是覺得比較好奇 如果真像醫生講說 妳說妳回家都不卸妝 然後直接頂個妝 不洗頭 連澡都不洗的話 照理說身材狀況 不應該會這麼好 應該會比較糟 可是我今天看起來 還是滿榮光煥發的 這一點我覺得比較好奇 是妳才皮膚有問題吧 所以我就覺得 他一定有一些那個心機 還是一些動一些什麼手腳這樣 因為我跟他出去 我們也沒有再客氣了 我們每一次都是大吃大喝 大吃大喝 都大吃大喝 好點心 點板桌的那一種 對 因為小甜甜很會點 然後我們就是全部 桌子全部都是滿的 然後到最後都 都要吃不下了 就是快點快點清一下 那我又很喜歡 Cue菜不會弄人 因為我會覺得會很浪費 勤儉就對了 對 我就是勤儉持家的好女生 然後我覺得 點這麼多 然後又把它Cue Cue Cue可以都吃掉 我又是那種人 妳都吃掉 可是我看妳身材保持還滿好的 妳滿瘦的耶 就是這種人 就是這種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